环球邮报 印度勒令撤回大使后 加拿大秒怂呼吁谈判解决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加拿大环球邮报 10月3日消息 在文讯印度极限施压勒令加拿大自动撤回驻印度外交官之后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尼乔利 说印度和加拿大两国正在通过私下渠道进行沟通 并且呼吁停止对抗 以及通过谈判解决 加拿大一时间就成了软体动物 原来你就这点战斗力啊 这莫迪老仙赢的也太轻松了 按照这个速度 加拿大是要怎么着 要跪的感觉啊 加拿大要下跪了 下跪磕想投啊 这场战斗莫迪老仙解决的太顺利了吧 咱这么说啊 这件事很像60多年前的另外一件事 有必要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场景 然后呢咱复盘一下加拿大这一次都遭到了什么样的打击 其实加拿大这次吃的亏呢就是一个地缘政治的亏 跟60年前葡萄牙吃的那场亏是一样的 60年前这件事呢是这么一回事 1961年的时候呢 印度的尼赫鲁他要搞改革 所以呢他需要立棍尼赫鲁政府呢跟这个葡萄牙说你把瓜葡萄牙的一个微小型殖民地 就是他边上的在印度边上的一个瓜这个地方你给我还给我啊你还给我1510年站的这个地儿 现在呢这个地儿现在属于印度了不属于你葡萄牙你葡萄牙是殖民者你从哪来给我从哪回去 我瓜这地方是我的你必须得给我你要是不给我的话那对不起我要出兵强行收回 当时葡萄牙呢是萨拉查政府 萨拉查政府呢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在瓜我这块这块我都占了450年了1510年就开始了 那个时候这个地方比甲布尔苏丹国我跟他签的协议啊你印度共和国你从哪来这个事 1947年你才建立这事这根本没跟没你的事啊这是我的就是占了450年 然后尼赫鲁这么说的我不听不要狡辩你就是殖民者啊 你是西方帝国主义者你赶紧给我啊回到你自己那国家去我不听你的解释我拳头大知道不你不 不给我就打你结果葡萄牙这个时候呢自己认为呢自己是一个北约国家然后美国呢会出面调停美国呢会站在葡萄牙这边 然后果然印度就出兵了印度这一出兵一天解决战斗然后葡萄牙投降然后印度马上就开始吹自己是一个战胜了西方军队的国家 哎我说你也太厉害了第一个战胜了西方军队战胜了西方殖民者了那这个印度膨胀的 美国当时呢表示支持印度的反殖民主义运动并且希望呢与印度呢展开军事合作然后葡萄牙呢就吃了一个哑巴亏 美国为什么当时支持印度当年的印度是美国苏联争相争取的对象所以呢果啊这件小破事呢就随着去吧 大家都是睁一眼闭一只眼谁叫你葡萄牙不小姐呢啊这么小的殖民地你不肯放手呢不肯放手呢最后叫印度给打了呢那是你自己活该啊 为什么说1961年这件事跟今天加拿大差不多呢其实今天的加拿大呢就是当年的葡萄牙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也不知道天高地厚 一个连超作业的都不会的天真小可爱以始为鉴这种事这种复杂的事物他肯定就不会了他根本就没有那种意识 我们这个总理啊加拿大这个总理特鲁多或者呢小马铃鼠喜欢以貌取人任人为亲经常用比自己能力差的人呢担任重要职位的部长 加拿大的内阁成员呢基本分三个等级其中外交部长呢那属于第一等级的要职 现任的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尼乔利现年呢42岁 因为呢被特鲁多特别的赏识啊关键词是特别然后呢就得到了这个岗位 然后网传呢特鲁多的与夫人分居啊就是因为他所以呢这就不得而知了这只是网上的传闻 但是呢任人为亲用能力差的人最后的结果就是不会抄作业不能以史为鉴 那就变得理所应当了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来复盘一下加拿大跟印度这点小破事 这个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加拿大为什么最后被莫迪老仙摁在地下摩擦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其实这个事呢不算什么大事 只是呢加拿大自己呢处理的太差 今年的六月初呢美国的情报机构呢就警告五眼联盟所有的国家 印度的特工呢准备呢针对在各国的这些西克教的领袖呢干一波大的肉体上消灭这些人 美国这边呢之前得到情报 然后呢通过FBI然后呢保护住了这些他们的西克教领袖 加拿大这边呢其实呢按照美国的做法 让加拿大的皇家旗警RCMP保护一下这些西克教的领袖呢就可以了 这叫抄作业 但是加拿大这个他没有做到位 根本不会抄作业 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 结果呢6月18号这一天 位于苏里的一个西克教领袖 纳贾尔就被印度的特工呢给得手了 这个事让加拿大特别特别的恼火 其实这个问题就出在加拿大身上 你自己不会抄作业啊 你要人打掉了门 你咽在肚子里 然后呢你顾全大局好好跟印度搞好关系不就得了吗 这件事就当没发生 然后国内的人如果想挑起来什么舆论 那你就说这是国内的人干的吗 然后加传一下国内的警力也是一举多得的 但是你不的呀 你非得要找场子呀 自己被人扇了一个耳挂子 然后你要找场子 发生什么事了 今年的6月9月6月至9月 加拿大呢就接连呼吁自己的盟友 比如英国呀美国呀荷兰呀法国呀 意大利呀德国呀这些 让他们去针对印度 结果这些人呢根本就不勒加拿大 加拿大算哪根葱啊 你让我们去惹印度凭什么 我们跟塞里斯这个关系还没说清楚呢 让我们去惹印度 你要干什么你这事 所以呢大家都不勒奖子 加拿大呢吃了个吃了哑巴亏 加拿大吃瘪了 然后加拿大就准备呢单挑印度啊 加拿大价值观超级大国 对阵印度买头乐超级大国 所以呢这一场外交战呢 就如火如荼的开始了 印度这边呢其实也需要一场胜利 莫迪老仙呢明年要大选 他国内的民粹呢控制不住 他希望呢把自己的民粹呢 针对一个某一地方 他可以打赢 打赢了之后明年的选举 那就十拿九稳了 莫迪老仙呢特别希望能有第三任期 所以呢莫迪老仙呢希望这场胜利 所以呢他就果断的就迎接了 今年的9月18号 加拿大主动出击宣布驱逐一名印度外交官 加拿大一比零领先 加拿大领先了啊 我为加拿大加油 然后9月19日印度反击驱逐一名加拿大外交官 一比一打平啊 一比一打平了 9月21日印度宣布暂停加拿大公民的签证服务 印度2比1反超 同日印度在加拿大中部城市温迪博再下一程 干掉了一名西克教领袖 在印度人眼里叫恐怖分子 印度3比1领先 然后呢上周三 布林肯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提出了更多的合作 并希望加拿大雇权大局 印度再下两成5比1大比分领先 本周一印度勒令加拿大在其国内三分之二的外交官撤走 否则就吊销外交豁免 印度对加拿大已经遥遥领先 加拿大按照这个速度那就是完败 所以我们看到了 今天当被记者问及与印度的关系时 加拿大外交部长梅兰尼乔利是这么说的 印度和加拿大的关系非常重要 加拿大需要通过外交途道的渠道解决是必要的 将继续通过私下渠道跟印度进行谈判 这不就彻底的坐实了 加拿大要妥协了吗 其实吧 这个里边也说明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特朵多呢 还有一个小毛病 就是不敢呢承担责任 遇到了大的事件 先自己呢先躲起来了 然后把自己的部长呢推到台前去进行了为他辩护 为他辩解成了他的挡箭牌 比如说上周老纳粹战犯红卡这件事 结果呢加拿大呢就让这个特朵多呢就让加拿大的议长呢背了锅 议长呢辞职 这一次你说这个小马林鼠会不会让自己这个外交部长去给他背锅呀 我们这个呢要拭目以待 对加拿大现在看来呢是基本上要贵了 印度呢要完胜了 所以呢这一点呢我们要讲一讲印度 至于印度呢当完胜了加拿大之后呢 我建议啊或者我希望啊一定要汲取教训 那有人问了 印度获得了一场对西方对五眼国家的大获全胜 为什么要汲取教训呢 因为啊关键点在发展上和发展机会上 明白吧发展机会就那么几次别挥霍没了 别认为自己啊有一点胜利了 然后就沾沾自喜 然后自己内心就开始膨胀 内心开始膨胀就干了一些自己没有能力干的事 然后最后就失去了这个发展机会 因为如果这一次发展机会被挥霍没了的话 下一次不知道什么时候 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所以印度这一次一定要干什么 以史为鉴 为什么说印度要以史为鉴呢 还得从1961年果阿那件事说起 果阿这件事印度呢完胜了葡萄亚 印度完胜了葡萄亚之后呢就开始迅速的自我膨胀 不知道自己姓啥子 同年11月第一届不结盟运动大会 尼赫鲁呢是稳坐正中央 左右两边呢是埃及的纳塞尔和南斯拉夫的铁托 那这个气场 尼赫鲁呢他肯定心里特别特别高兴 印度这个时候成为了第三世界后殖民世界反殖民运动的仲裁者 辛德里呢已然是反殖民运动的灯塔与启明星 尼赫鲁相继提出了土地改革文化革新工业化和核武库建设 这时候的印度呢真是怎么说飘飘然了 人家就下一个超级大国呀 英国退场之后谁接替英国的班呢 谁接替这个三巨头呢 那不是我们大扑罗多吗 那不就是印度共和国吗 美国和苏联都想希望印度接这个班 那印度这个时候那可不是啊 可不是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吗 但是事情发生了急转直下的这种转变 一年之后也就是1962年的10月 美国和苏联在古巴这块干了一票子 这就是古巴导弹危机 然后印度的边防部队呢 这时候开始蠢蠢欲动 准备主动出击 主动出去干什么呢 为自己尼赫鲁大选进行献礼啊 是一个献礼活动 主动出击 向北边发起了进攻 准备呢 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 为尼赫鲁再次当选总理呢 献礼 然后呢 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场景了 在东线 印度的军队在达旺地区和克洁朗河两场战役中惨败 正式被歇灭 然后在西线 印度军队一窥千里 战线一直推进到距离首都德里 三百公里的地方 马上要濒临城下了 吓得印度政府都有千都的打算 印度还想发展吗 你想搞土地改革 没机会了 你想搞文化革新 你不土地改革 你怎么办 革新 你还第三世界领袖呢 1967年的时候 印度发生了大饥荒 求爷爷告奶奶 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 那这就是印度的惨状吗 本来一个好的发展机会 让自己给挥霍没了 那这个你说 他不应该以始为鉴吗 那我想说什么 莫迪老仙 我很欣赏莫迪老仙 这次处理加拿大的事 那是足够的刚 足够的强硬 但是我是希望莫迪老仙呢 鉴好就收 赢得太快 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印度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呢 达到了 然后呢 大选一定要获胜 然后发展自己要紧 别再整一个1962年的事了 到时候你印度失去的 可能是未来几十年的发展 或者未来几百年的发展 请不要冲倒覆辙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小伙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